本台消息 6月12日晚间 评选2016夏威夷华裔模范父亲 优秀母亲活动 在中国城文化广场举行了表彰仪式 今年荣获殊荣的模范母亲 陈于琼真 模范父亲 黄华伦都很注重家庭 积极教育子女 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来回馈社会 模范母亲 陈于琼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夏威夷州与檀香山市市政官员 以及侨团代表到场祝贺 这次活动由夏威夷中华总会馆主办 中华总会馆成立于1884年 下属有90多个宗亲和乡亲团体 是檀香山最有影响力的侨团之一 长期热心支援家乡建设 该会馆自1957年以来 每年都举行模范父母亲选举活动 以表彰当地的优秀华人 并组织这些模范父母访问团 到中国大陆探亲访友 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者 哈诺鲁鲁鲁报道